新灵记 十二章 二十三至二十五 此事你要心意坚定 不可行血 因为血是生命 不可将血与肉同吃 不可行血 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不可行血 这样 你行耶和华眼中汉为整的事 你和你的子孙 就可以得福 自古以来 旧约圣经记载 以色列人或者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都不能够吃血 因为血里面有生命 所有世上活物的生命 都是存在他们的血里面 你未记 十七章 十至十二节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若吃什么血 我必向那吃血的人辨念 把他从文中剪除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这血刺给你们 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血里有生命 所以能赎罪 因此 我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都不可吃血 既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也不可吃血 你未记 十七章 十四节 轮到一切活物的生命 就在血中 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 无论什么活物的血 你们都不可吃 因为一切活物的血 就是他的生命 犯吃了血的 必被剪除 及时 踏入新药时期 教会建立起来 神都明显地吩咐新药的基督徒 要进手新药的四大禁界 一 禁界偶像的污蔑 二 禁界奸淫 三 禁界吃勒死的生畜 即是那些未经放血而死的生畜 因为遭勒死的缘故 他们的血 就会充滞到他们的肉里面 四 禁界血 使徒行传十五章 十九至二十节 所以据我的意见 不可能迷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 吩咐他们禁界偶像的污蔑和奸淫 并勒死的生畜和血 使徒行传十五章 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事不可笑的 就是禁界祭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生畜和奸淫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界不犯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在新药的四大禁界里面 第一 首先这两段使徒行传的经文 都是新药教会的使徒和奖劳 一同相议 不单只是为到以色列人 而是为到非以色列的外邦信徒 特别正宗作出提醒的标准 第二 四大禁界中的两项禁界 包括禁界食勒死的生畜和血 都是牵涉在血里面 所以 不论在旧药或者新药时期 神都是明明吩咐世人不可以吃血 因为血里面存有活物的生命 就是各种动物的性格和基因DNA 除此之外 早在1990年8月5日 在主日的分享圣餐第九篇 《饼王杯》当中 日黄牧师经以非常详细分享到 在二千年前 主耶稣基督和门徒 赐立了旧药以外一种新的礼仪 圣餐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至二十节 事后到了 耶稣坐直 使徒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肯愿意再受害以先 和你们吃者如如节的言直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者言直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内 耶稣接个杯来 足謝了 说 你们拿这个 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等神的国内度 又拿起饼子来 足謝了 就抹开 抵及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血所纳的新药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原来圣餐里面的饼和杯 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 也就是 藉着吃主的饼和喝主的杯 代表了我们吃喝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 因此 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的血 走到新药的领域 在新药上有份 拥有与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圣情和他的生命 就是神的基因 因为主耶稣基督知道 血里面有生命 而各种活物或者人类的基因 就是存于血里面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五十八节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麻辣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 因此 有他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末日 我要叫他復活 我的肉 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 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永活的腹怎样猜我来 我又因腹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 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 吃过马难还是死了 原来 新药的盛餐 就是藉着饼 和般所代表的血药 来传递主耶稣基督的基因 DNA的生命 进到我们生命里面 因为血里面全有生命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 二十三至三十字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愿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买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足借了 就抹开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写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翻后 一朝让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药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值等到他来 所以 无论何人 不按你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料 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又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料 因此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优优独播剧场